今天好几个朋友转了一个 任志强的女儿 发在网上的一个公开信给 洗胖的 然后陆陆续续看到了这个新闻界的朋友 从 多种渠道证实 这封信真的是 任大炮的女儿写的 然后一直到公开的媒体是吧自由亚洲电台也把这个当作新闻爆出 那说明 这封信应该是真的 这封信写了什么呢 说任大炮在被抓进去之前 就得了一些病 包括前列线的一些毛病 年龄大了 上一个 我们知道前列线有毛病的应该是 李瑶 前列线出问题了 不能玩女人了就只能谈政治 那看到这些性的时候 第一反应 是 有点 架空 跟 平民社会呢 这个理解不太一样 想的很美 希望希望能把他父亲放出来 让他保外就医 而且出国治疗 他承诺 就任大炮的女儿在信里面承诺 他的父亲出去以后不会 乱说话 大家都知道任志强 很出名的外号叫人大炮 谁能保证 他出来就变成一个哑炮 尤其是到了国外以后 还会是一尊哑炮 我觉得 这是明着骗西旁 再怎么样 人家真的读过初中 最起码 上过初二 是吧 你这样骗人家总觉得有点 不太合适 那 希望任大炮出来 是因为 他最后做了一件对的事 他说 习胖 像一个 小丑一样 哪怕就光着定 站在全国人民面前 但他 拼死拼活的说 他就要当皇帝 就这句话呢 其实 寒沙色影的 也没明的说 但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他骂的是 习胖 听戒气 在这之前 他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属于党内斗争 甚至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个这个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他做了很多 不该做的事 谁怕抓他妥妥的有名目 国有资产流失 只不过没这样输 用别的名的 判了他18年 判他18年 一个七十多岁的人 判他18年 就没想着让他活得出来 你现在想这么美 说把他放出来 再把他放出果 听起来反正总归 有点那么不靠谱 这一类的现象呢 其实还不是很少 别说像任大炮这样 在党内 发出意义的人 一生都在跟这个极权斗争的人 其实也有很多 老了老了 也开始搞一些妖娥的 要出国这个看病的 子女在海外 这个生病了要出来陪护的 都有 对抗这个极权 就不要开玩笑 即便是不对抗这个极权 只对抗这个极权中的 独裁者 站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这个人 实际上只要你一旦开动 就不要回头 因为他不会给你几个 所以任志强算不算政治犯呢 那算 哪怕他仅仅是在党内 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我们应该支持所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他管辖的范围内 发出跟习胖不一样声音的人 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支持 但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做出来的这种 非常无厘头的行为 能够得到 关注的其实真不多 因为 没有人能帮得上他 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现在关在 监狱里的这个孙大武的一家 你要看他之前说过的话 即便他是一个民营企业家 但他 心妥妥的 是红色的 甚至他让他的孩子们 放弃绿卡回到中国 最后他被抓了 他的家人会不会也写这样的新闻 值得期待 有可能会出现 其实今天的中国 各个阶层 包括中共党内反对习胖的声音 已经不是一个两个的个案 非常多的现象 大家已经不怎么奇怪了 我看到一个评论 把这个 任志强跟习胖之间的分歧 当作江青 跟邓小平他们的分歧差不多 事实上也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是铁蓝一块 即便是在这个利益集团 内部 也是有划分的 任志强 在他被抓之前 有很多作死的行为 那几年 他经常提到的一个人 是他的辅导员 王岐山 那这次我们在国庆招待会上也能看到 王岐山 形如稿木的 那种图片 在网上都能找得到 捉 看人 看背后的背景 背景大的 被训诫一下 甚至都不必去做了 那么 有一些涉及到 战队 站的比较悲催 就送领监狱去了 有的时候判你 是为了打别人的脸 我们在 今天的中国 看到的所有 这些内部狗咬狗的现象 都能让 在过去至少 二三十年里 因为房改 因为房地产 悲伤 巨额债务的这些房路 是 他们是怎么想的 他们看到的 是任志祥在他职业生涯中 说过的话 赞不良刚需 把房子炸掉也不会 卖给你 送给你 减价 你想的不行 其实 他说过很多过头话 他始终是一个风云人 只是他在 最后的几年 在公众舞台上 尤其是他退休以后 说了一些 你爱听的话 让你感觉到 他有一点点跟之前不一样 他开始参与政治 他不仅仅 会卖房子 会古道的把房价 一轮一轮的往上 调生 告诉你 指望房子降价是不现实的 房子一直会涨价 很多中国人本能的认为 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 这在西方社会中很难看见 不是什么原罪的问题 而是你既然犯了罪 就应该得到成罪 不是说你临死犯个挺是屁 就盖棺定论了 让你的人生 一下给你 升华了 其实真不见得是在 公是公 过是过 在今天的中国 把这样一个 把这样一个 敢于 含沙色影 骂习胖的人 灌在监狱 盼这么长时间 确实 确实值得大家呼吁 应该把他放出来 但如果说 但如果说他的家人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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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